《烏克兰反攻进展》 Воно такими напливами, я не можу сказати, що воно зменшилось чи збільшилось, но трошки тенденцію за останні п'ять днів десь наблюдаємо тенденцію збільшення. Активувалися вони, ну ми в певну міру активувалися теж. Це вже там трошки хай буде секрет, далі буде. У нас в нас на руках і п'ять продукці вантиментували ще в꽁м 솔снич, а в многих регіраціях нацепри. Не теж за велика, але в багато країнах не можна. Вони розуміють, що вийшли в рейханцію. Вони розуміють це. Там є ріапард, є французські коліснія збільш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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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більші. 全部有 燃燒了 很愛的心 軌跡整合 伊朗俄乌運輸機跨洋奔波 空間視角探究平原戰場 坦克衛河舉步圍堅 多元世界立體觀察 大家好 我是李偉 歡迎來到《空間觀測》 俄乌軍事衝突中 成千上萬的軍人為國捐驅 他們的名字叫什麼 沒人知道 但是幾個億萬富翁 跑到幾千米的大西洋的海底 探險遇難 全球的記者都去報導 好 我們看看今天的題目 地雷密布在前沿 烏克蘭70年難耕田 這地雷太多了 70年烏克蘭都清理不完這些地雷 我們後面會講 另外在這個戰場上 犧牲了那麼多的軍人 但是他們的名字叫什麼 我們幾乎沒有人能念出一個名字來 但是有幾個億萬富翁 探險去了到大西洋幾千米之下 死了 結果現在全球的記者都在報導 我們後面會講這些事情 先看這個 我們的衛星捕獲 最近發現福特號的航母編隊 在地中海活躍 非常活躍 主要在地中海 大家知道地中海 長期戰備執勤的那艘航母編隊的航母 叫布什號 那布什號現在哪去了 回美國本地休假去了 那個叫維吉尼亞 回那休息去了 所以現在替班的是誰呢 福特 所以美國總統 不管是死的還是活的呢 都有用軍艦的名義 來全世界晃悠 那麼在另外我們看一下 這個還有其他的活動 烏克蘭的安-124運輸機 在17號這個烏克蘭的安-124呢 飛到美國 飛到美國到了19號 又從美國呢 從西雅圖呢飛到關島 然後再從關島起飛呢 進入到西太平洋 不知道它要幹什麼 那麼6月18號 我們發現一架 俄羅斯的運輸機到中國來了 是給中國人 是不是送重的來了還是幹什麼 不知道啊 估計一般都是過節要送點禮物吧 我們還發現 在烏克蘭地區的赫爾松 赫爾松呢有一個火車站 這個火車站呢叫帕蒂山 帕蒂山火車站 它被襲擊了 被轟炸了 軌道完全炸的沒有了 那麼它的位置在這兒呢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往哪去呢 往克里米亞的運輸通道 克里米亞這個地方 往克里米亞這塊打得很兇 另外這兒還有個橋 這個橋也被炸了 我們看看這個橋 這個橋呢 看炸了個大洞 這個橋炸了個大洞 還沒有炸它 但炸了個大洞 看見沒有 這個橋在哪個位置呢 在這個位置 這很明顯是烏克蘭反攻的進攻方向 它要打通 走向這個亞洲海的這個通道 然後這條線是幹什麼呢 就是切斷俄羅斯的供給線 它是要行使這麼一個 所以我們看啊 橋面已經炸了 現在已經不能走了 現在正在搶修 看看多會兒能恢復交通 另外整個戰場上呢 現在烏克蘭正在反攻 反攻有一定的成果 扎布洛洛地區呢 奪回了八個居民區 另外呢 在這個前線啊 已經前進了七公里 奪回了113平方公里 113平方公里 還收復了一些地區啊 那麼主要的目的是幹什麼 要打通進入亞洲海的通道 因為這個海岸線呢 完全是被俄羅斯控制的 現在烏克蘭要打通這個通道呢 這是它的這方的努力啊 看看竟然怎麼樣 根據我們自己的報導呢 鳳凰的記者認為呢 現在進展不太順 烏克蘭的進展不是很順利的 另外呢 美國又在造輿論啊 說是根據他們的工程師認為呢 這個大壩 當時這個水壩的爆炸的炸藥呢 可能是放在這個位置 只有這個位置呢 才能對大壩造成劇烈的傷害 這是它的技術分析啊 當然美國是堅稱這個大壩 是俄羅斯幹掉的啊 這個所以它找這個技術論證 不管怎麼樣 這個赫爾松大壩炸了以後呢 產生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把兩邊的地雷給衝爆不少 衝爆這些地雷就不知道了 人們不敢往這兒走了啊 那麼所以這個有前線 有大量的地雷 所以我們一開始說 地雷密布在前沿 民調暗保到處是 口令一會兒就一換 你們知道這說什麼嗎 好了我們再看 這個現在烏克蘭的情報部門人說啊 現在這個地雷在哪兒埋的呢 在核電站的冷卻池裡也有地雷 難道怕人到冷卻池裡游泳嗎 到底是什麼雷現在不知道啊 那麼現在如果是這是核電站啊 核電站的位置 如果這個地方出現核輻射的話 如果爆炸的話 它的輻射半徑啊 大概是這麼大啊 所以整個這個核的上游 全部完蛋啊 全部完 下游的水也不能用 當然現在這是沒有發生 我們看 這是一個啊 無人的坦克 啊 裡面裝滿了炸藥是幹什麼 要自殺是 結果這個坦克就撞了一個地雷 撞了個地雷又被導彈二次襲擊 然後坦克車裡裝的這個炸藥呢 再二次爆炸 所以產生這個巨大的爆炸力啊 我們再看看啊 你看你看正走 這就踩了雷了 這坦克踩了雷的狀態 看見沒有 踩了雷了 踩了雷然後再被導彈襲擊二次爆炸 所以裡面的爆炸物就爆炸 所以這是無人的啊 這是什麼坦克呢 坦克迷知道啊 這是非常老的那個T55啊 特55坦克 T55那是50年代裝備的啊 甚至是二戰剛結束啊 40年代已經裝備啊 就55 我們看圖啊 這是2021年4月22號 在遠東地區啊 一個倉庫 倉庫你們看這兒 堆放了大量的坦克 大量的坦克啊 這個都是舊坦克 都是舊坦克 尤其這個區域的 這都是T55坦克 結果我們到4月21號 再看這個位置 沒了 坦克完全沒了 幹什麼去了 這種老式的T55坦克被拉走 做了改造成了無人駕駛的自動 自殺式坦克 衝動地 踩地雷啊 幹這個任務 這個很有意思 那麼 烏克蘭到底有多少地雷呢 看所有有紅的地方啊 都有地雷啊 這個地方密布啊 比較密 因為這個地方打仗比較 這是佔領區 所以地雷呢 就是佔領一個地區呢 一定是在佔領區的前面呢 布雷 據說這個雷有多少呢 有上千萬 也有人說幾百萬 不管怎麼樣是非常多啊 清理大概需要多長時間呢 有人說要70年的時間 需要多少錢來清理呢 需要400億美元的經費 清理這些地雷啊 所以很多的 這個 我們這個中越反擊站的地雷 還沒有清理完 你想再多少年了啊 另外呢 常見的反坦克地雷 叫TM62啊 就這種樣子 大家經常看 這種地雷你也別害怕啊 如果你踩上去 它是不會爆炸的 人踩上去不會 只有一定的重量壓上去 它會再爆炸 所以只有坦克壓上去 它會爆炸的啊 再次看 它是處理 工兵在處理 你看工兵的衣服 跟別人也不一樣啊 顏色不一樣 這個雷就比較恐懼了啊 剛才我們說的 坦克雷必須很重的重量 但這種雷是感應 只要有人從它身邊走 就這個震動的聲音啊 這個波就可以感應爆炸 這叫什麼 POM3啊 叫槳撞地雷 這種地雷呢 是可以彈射的啊 我們看這個地雷是怎麼發射的啊 它的原理是這樣 用火箭炮 或者是加農炮 或者是流彈 這個這個這個 用火炮把它發射出去 發射出去 但要到了空中呢 就變成了好多小降落傘 把這一個個的地雷 從空中降下來落在地下 落在地下以後 如果有人從旁邊路過的後 它感應以後 這個跳雷 啪就跳到空中 跳到一米高的高處呢 把人就炸死了啊 所以非常的危險 那麼還有一種雷 這叫什麼呢 PFM雷 叫蝴蝶雷 也叫花瓣雷 你看這樣的很簡單 它是幹什麼呢 裡面裝的是液體炸藥 液體炸藥 裝37個 它一炸呢 可以把一人的一個腳 或者一條腿炸壞 大家知道 前線呢 最好是把敵人打傷 因為你打死一個人 假如有五個人 還剩四個人 如果你打傷一個人 那四個人 就要把這受傷的人抬走 一下五個人就沒了 所以現在作戰呢 是主要打傷人啊 所以這種雷呢 是在國際戰場上 是禁止使用的 但是在烏克蘭戰場上呢 雙方都在使用 嗯 那麼現在整個的俄軍控制的 盧甘斯克地區呢 在這個地方主要是布雷啊 巴赫穆特這布雷 布雷是防止無軍反攻成功 那無軍是幹什麼呢 無軍是用火箭炮來攻擊啊 所以地雷呢 主要是佔領的地區 防禦用的啊 那麼布雷的方法呢 我們講很多 其中有一種就是用 美國的海馬斯啊 海馬斯呢 它如果用了特殊的彈藥呢 可以飛300公里 但目前在烏克蘭戰場上 用的彈藥呢 都是80公里的啊 沒有增程啊 不是導彈 是沒有增程的啊 就普通的 那麼也就是80公里左右啊 這個我們多次介紹過 這是美國啊 援助這個烏克蘭的 那麼現在有個雜誌呢 叫Diploma 就外交官啊 它上面有篇文章說 中國傳播工業總公司 高度啊 重視這個海馬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搞軍艦防禦的啊 就是說啊 說現在呢 中國考慮 對美國的海馬斯導彈系統 採取相應的措施 為什麼 因為這種火箭呢 它主要是打攤頭陣地 和攤頭的後援 後勤保障 所以呢 中國也在研究 對付它的方法 那麼除了布雷 我們說了用火箭炮布雷以外 還有用155榴彈炮啊 榴彈炮和加農炮的區別呢 這個榴彈炮是打山後頭的目標啊 加農炮呢可以直射啊 這是中國人分的速度不一樣 那麼我們看一看 這個真正現場上是怎麼布雷的啊 用這個火炮 渡石的火箭炮 渡石營 渡石營 刪地拪 cen 咖之飯 和15三流 是一個有限的 出身簡單零 用羅撃 它只要出現 到一位 到一位 尤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下个题目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 什么叫自卫 什么叫挑衅 如果在自家门口做的事情 就叫自卫 如果到别人家门口去吵架 那叫挑衅 所以我们中国有个话说 你碰上那个流氓二赖子 泼妇 堵在人家家门口洒泼 那叫挑衅 所以挑衅和自卫 是用地理位置来决定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军舰 你的什么武枪弄炮的人 跑到人家门口 那就要挑衅 我要叫赶紧走 我就要自卫 这是个最简单 所以这两个词 一定跟地理位置有关系 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飞机 飞机是谁呢 我们就看前两天的布林肯 就是美国国务卿来访问 他访问的整个过程 我们的卫星都在盯着他 怕他这个飞机来的路上不顺利 我们发现6月17号 他是从白令海峡起飞 往亚洲方向飞 往西太平洋飞 然后呢 6月18号通过日本 他到了日本这儿 接着又接着飞 飞到北京 然后20号离开北京 一直向西飞 往这个黑海这儿 走到黑海 你看见没有 然后中间呢 在巴库停了一下 巴库干什么 加油 加完油继续飞 飞往英国 整个他的活动情况 我们卫星都在跟着 所以布林肯整个访问呢 我们电视台还是很重视的 我们的卫星 先看 他是从东海岸起飞 飞飞飞飞飞 飞的这个地方呢 加了加油 还是在美国 美国这个接着又飞 飞飞飞飞的日本 油又不够了 你又是漏油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加了油 再飞到北京 这是布林肯来北京前的 飞行的路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布林肯来访问 其实呢 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不同的接待 美国国务卿的这个相片 现在呢 大家都在看这三张相片 这是习近平主席会见 柯瑞 这个柯瑞有人翻译成柯里 有人都叫柯里 有人都叫柯瑞 柯瑞曾经是 这个奥巴马时代的国务卿 现在是他的气象大使 做气象代表的 这个是蓬佩奥 蓬佩奥现在已经被我们制裁了 他是这个特朗普的国务卿 那么这回是布林肯 你看这三张相片有什么共同处呢 第一个共同处就是背后的画 我们看见没有 背后的画 这三张画都是一样 你们知道这是哪吗 科普亚 这是五一三 五一三 你第一个想到什么呢 第一个想到就是台湾 因为五一三 这就证明这个厅 是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 这届美国的代表团 高级代表团 一定要在福建厅 告诉大家 什么呢 很清楚 台湾的统一 是肯定的 只是时间问题 不是讨论问题 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统一的方式是什么 是中国人定的 愿意这么统一 怎么统一 跟你美国没关系 大家要明白一下 所以这幅画和这个厅 第一个已经反映了很重要的态度 第二个 中美双方 三点很重要 第一相互尊重 第二和平共处 第三合作共赢 于是你们看 这幅接见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 装了很多的荷花 谈派这个现场装了很多荷花 为什么装荷花呢 和 和字和和平的和 和合作的和是同一个字 而这个会见的方式 就代表了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和平共处 这三个概念 所以你们看 中国的文化 必须要跟美国人讲 你不讲 他也不一定知道 这博大精神 这是中国文化 而且最近来中国访问的人很多 在布林肯来以前 我们看有谁呢 美国中情局局长 五月份秘密访问中国 这些内容不跟大家谈 这是敞开谈的 因为这个中情局局长 也当过副国务卿 当过发交部副部长 所以呢 也是大概觉得 这个布林肯不行 是派他来一下 另外呢 注意 现在美国的首富 马斯克也来 那么马斯克来中国 访问完了以后呢 现在回去 现在又到别的地方跑去了 国安界他要干什么 他马上要去拉斯维加斯 跟那个扎克伯格 另外那个年轻的 搞网络的人 他们要搞全球比赛挑战 这挺能折腾的 还有谁呢 助理 美国的助理国务卿 康达也在6月5号 事先来给铺垫 还有就是比尔盖茨 也是6月40号 但是比尔盖茨的待遇不一样 这说明什么呢 中国把希望寄托在 美国人民寄托在民间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政客 老是翻来覆去 回门 出门就变 甚至没出门 在中国 他们就搞两手的活动 什么两手活动呢 我们看 在布林肯访问中国的隔一天 美国的巡方舰 就要穿越台海 台湾海峡 这个位置 注意啊 这是什么船 注意看上面写的叫 US Coast Guard Cost Guard什么 海岸警卫队 海岸警卫队是什么 是海警 就是它是警察 你警察跑到中国来干什么 你这是跨地区 难道归你管吗 你这个就是有严重的问题 所以它海警到中国来挑衅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美国说 我是好啊 我不是军舰 我是警察来 警察你干嘛 到中国来执法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个地区跟你 美国警察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它来 我们也用我们的海警 对它进行了严肃的监督 那么这个海警船 它的名字叫Startan 斯特拉顿 斯特拉顿 这个Startan 它的活动 它还是从日本出来的 它在日本执法可以啊 美国人可以到日本执法 但这些地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跑这来 又跑到菲律宾这来 又跑到这个附近来活动 它的活动都被我们监督的 但是解放军 注意看 6月22号航母编队也进入海峡 有被向美穿过 解放军的航母编队 我们也从这走 这都是提供信号的 我们讲了欧洲的航母 美国主要是布什号 现在换成了福德号 它轮流值班的嘛 但是亚洲呢 现在是里根号 里根号 它每天干什么 我们盯得非常整齿 从6月8号 6月9号 6月10号 6月14号 6月16号 看见没有 然后进入南中国海 18号 19号 到这儿 这就跟澳大利亚 还搞了海上的联合军演 然后到月底 干什么 到越南去停靠 为什么 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大家知道美国的海军 经常停靠在南越 干什么 那些海军要喝酒 要找人陪他喝酒聊天 是不是这回 美国的军舰又要跑过来 别忘了 这儿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 能不能让你喝酒 还有人陪你喝酒 不知道 我们先拭目以待 那么 而这个水域 由于美国的航母过来 我们就发现 这儿有很多的舰载直升机起飞 舰载直升机起飞 在我们的南海 那么除了航母以外 它这个 因为大家知道 驱逐舰和护卫舰 它也可以带一架 到两架直升机 所以这些直升机 可能从驱逐舰上起飞的 也可能从航母起飞的 所以南海突然 美国的直升机特别活跃 除了美国以外 日本也来凑热闹 日本的初云号的直升机航母 也过来了 陪着美国的里根号 它们间隔的距离 195.43公里 这是18号 而且日本的军舰要跟上美国的航母 一块跑到越南去上岸 去喝酒 得问有没有清酒 但除了喝酒 日本军人会不会还干别的事情 或者他们自卫队干别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美国人干什么事 我们都知道 但是日本人干什么 我们不太清楚 除此以外 我们发现了 里根号在19号继续南下 继续南下 然后在20号 跟澳大利亚的P-8A舰载机 搞联合演习 然后我们说过 在地中海地区 永远是布什号 现在是福德号 在这个水域 永远是里根号 这是它两个航母 经常活动的地方 而且他们故意秀肌肉 它是辆航母 就在远海 进海干什么呢 要拦伤船 就叫用它的护卫舰 我们后面会讲 而且它的每次出现 故意让我们的卫星拍到 就有云在的时候 它不出来 没云在 它就故意亮出来 让你看 为什么呢 它就秀肌肉 我们发现18号 19号 里根号 19号里根号 和日本号 都是表现 故意让我们的卫星 路过的地方 它打开雷达 让我们照 干什么 就是为了摆拍 它是摆拍 那另外一个军舰呢 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什么呢 就是它们的这个护卫舰 叫滨海战舰 这个舰呢 主要停在新加坡 它是主要拦截 马六甲海峡的商船 所以它这个船呢 相反不出来 所以现在滨海战舰 成为美国的一种 新的思维方法 它觉得成本低 为什么说成本低呢 我跟你讲 广说发工资 这种它这个滨海战舰 其实就是护卫舰 一个船的乘员就80名 你就说80名的工资 要多少钱 另外呢 它的巡航距离 3500海里 就不用走很远 所以附近一定有基地 有基地呢 就省油呗 还是省经费 效率高 所以这是它的一种 作战理念 如果说其他 你说航母 航母上面港发工资 就要发4297人的工资 另外目标又远 所以成本高 是不划算 所以这回布林肯访华 并不是释放基金的信号 我们根据军队的行动 我们发现B-52人 也跑过来了 它是要建立 叫冷战式的外交 看美国拜登的讲话 我们就知道 它这个作风 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 除了军舰以外 现在又出了 美国附近一个事 泰塔尼克号观光潜艇 给淹了 看见没有 离岸多远呢 离岸611公里 水下3800米 这个潜水器出事了 出事到底怎么样 你看我们凤凰卫视的详细报道 好 下周同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